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回向的对境 现在讲的地狱众生 地狱众生的痛苦 在别的一些经典和论典当中 大家也应该基本上了解 在这里也有象征性的叙述 那么学了这部论典之后 大家以后不管做什么善事 念什么回向文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三恶趣的众生 三恶趣的众生的确也是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因此如今有福报 遇到大乘的上师和佛法 同时自己也有机会 修持正法 这种机会 世间的运营众生当中来讲是难得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福报和善根 一定要回向给众生 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道友 也是以后在一生当中 长期的不管做什么样的善事 最后善根一定要回向给老母 尤其是极其可怜的地狱 饿鬼 旁生 所谓的善恶趣众生 这是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的确是不可缺少的 包括我们现在 每次都念回向文的时候 大家都想着 当然境界高一点的话 可能整个回向文的前前后后 全部会想得清清楚楚 但是境界不是那么高的话 在整个念回向的过程当中 想一两次 我今天所作的一些善根 不管是你听法也好 放声也好 或者平时在自己家里面 念一些课颂节 或者你到其他的道友面前 进行辅导 听辅导 这些善根是非常大的 因此一定要把善根回向给众生 昨天我们一上讲 发菩提行者通过自己的发愿 让地狱众生的痛苦得以熄灭 是这样的一个发愿 这叫做自力回向 然后今天讲塔利回向 也就是说 以愿塔利来而熄灭 其他众生的痛苦 原文当中这样说的 云和此中损 诸久顿生俱 谁有此妙力 除安生欢喜 死亦往空寂 席见金刚兽 愿以此喜喜 愿罪随秘咒 这里秘咒指的是 金刚兽菩萨 那么我们也依靠塔利来回向善根 熄灭地狱众生的痛苦 下面都是用所谓的 三护诸菩萨 就是金刚兽菩萨 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就是这三护诸菩萨的威力来熄灭地狱众生的痛苦 就是讲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普贤菩萨 虚空藏 地藏王 以及密立菩萨等 我们佛教当中所称为的八大菩萨的远力来熄灭地狱的痛苦 首先讲的是金刚兽菩萨 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十方诸佛菩萨的所有功德 归纳起来应该是智悲力 智悲力 三护 智慧和大悲心 还有力量 这三护没有的话 度化众生也是没有办法的 首先必须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不能照见一切万法的真相 所以想度众生也是没有办法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世间人没有一点点文化 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无法成办的 然后佛陀也是需要悲心 如果没有悲心 其实他有智慧 但是他不一定会度化众生的 所以看见老母有情在轮回当中受苦的时候 一定是需要有大慈大悲心 这是悲心 如果有了智慧 有了悲心 如果没有能力 也是无法救度的 所以我们度众生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具有殊胜的能力 所以我们三护主的菩萨分别是 诸佛菩萨的智慧中介就是文殊菩萨 诸佛菩萨的大悲心中介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 然后诸佛菩萨的殊胜力量 具处的本体是大势之菩萨 那么我们在密宗当中 大势之菩萨也叫做金刚树菩萨 或者密咒菩萨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在这里 首先是依靠金刚树菩萨的威力 他的价值力 让地狱众生无量的苦难得以熄灭 是这样的一种发愿 也就是说 他这里描写了地狱众生 正在感受金刚树菩萨的加持 本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地狱的任何一个处 无论是汉地狱 还是热地狱 其他古著金边的各种地狱 凡是到那里 他们除了受苦以外 没有别的 像我们世间人 虽然最苦的人 比如说 监狱里面最苦的话 他偶尔有休息的时间 偶尔可能有吃饭的时间 有时候可能月座 景象吹打 有这样的 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二十四小时 全部都是偶打 不会有这样的 可是地狱众生所谓的业 除了受苦以外 没有别的说法 地狱众生今天是礼拜天 他不需要受苦 或者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 他要吃饭 地狱众生开始吃饭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说的确是 我们一方面是开玩笑 一方面有些问题 大家都是一定要想到 万一我们真的转入到地狱里面 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有时候我们偶尔头痛 头痛的时候不间断地痛了两三个小时 就觉得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在受苦 其实我们人间 你再这么痛苦的人可能也有轻重 可是地狱众生没有这么快乐 所以很多修行的法一定要想到 万一真的转生到地狱的话 受不了的 确实受不了的 我们平时听到一些监狱里面有很多粤族打得非常厉害 前一段时间我都听到极个别的有些监狱里面 说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些犯人 连衣服都不让穿 连一个袜子也不让穿 然后开始用鞭子 用棍棒 石头来开始殴打 好多年轻的人刚开始觉得自己还是很英雄的 但后来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垂打之后 最后好像人变成奄奄一些了 什么话都说出来 人间的监狱也是这么痛苦的话 我们真的转生到地狱里面的这种感受极其难受 那么地狱众生正在受苦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会感觉到 或者互相这样议论到 为什么今天突然在非常面目正立的 这些可怕的阎罗月族 还有各种铁嘴的乌鸦 酒银 以及种种空谱的飞禽和猛兽 突然开始恐惧而逃跑 突然全部都逃跑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他们也是非常的惊讶 平时除了凶狠的残害他们之外 他们也从来不怕任何众生 可是在偶尔的时候 尤其是金刚寿菩萨的威力和加持的法光力 照射到地狱界的时候 地狱月族就全部逃离十方 就开始金刚寿菩萨 会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他们感觉到 如是的殊胜威力 如是这样的光辉或者加持 谁的威力来导致的 而且平时地狱众生里面的所有的处境全部是青海一片 连自己的狮子 连自己的手脚 身手都是根本见不到的 就像我们处于非常黑暗的屋子里面一样的状态 只能听到一些哭声 只能感受到身心的逼迫 除此之外根本看不到光明和眼光 都听不到的 但是那个时候偶尔 整个地狱的众生界当中 出现明亮 光芒 同时他们的心里面也是产生一种快乐 有一种花迹性 这是谁的威力呢 大家都是本来地狱众生也是没有 互相聊天 互相交谈 交易这样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但是那个时候诸佛菩萨的威力 他们也有说话的 也有可以思维的空间 然后他们这样坐视悠相之后 他就看望他们自己前方的虚空当中 在这个时候有福报的极个别的地狱众生 亲自在光芒当中 在火焰当中 能见到所谓的金刚树菩萨 所以这个金刚树菩萨 大家也是知道 他的金刚树是十方诸佛菩萨赐予威力灌顶的时候的一种标志 因此这个金刚树 我们不要看都是 金刚树菩萨的树里面拿着的金刚都是很小的 这个是很容易的 我也是拿一个金刚 很简单 其实这个金刚有关佛的一些经典里面记载的话 还是威力相当大的 佛陀在如来不可思议 秘密打成金 这是汉传佛教也是好像在颂朝的时候发护意的吧 那个当中专门有金刚树菩萨的一些公案 原来法王如意宝讲八大菩萨传记的时候 也专门讲过这个故事 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金刚树菩萨和其他所有大小城的眷属 都集聚在佛陀神殿的时候 金刚树一直拿着他的小金刚 金刚树 当时应该是阿什舍王吧 阿什舍王就问金刚树菩萨 你的这个金刚多重啊 你每次都是拿着金刚树干什么 但是我这个金刚树如果说重的话特别重 尤其是傲慢的人面前 这个显得特别重 然后一般谦虚的人面前 显得很轻的 后来向阿什舍王准备抬起来 但是他怎么样也是 丝毫也是不能动的 本来阿什舍王当时在人间他的力气 尤其是他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他降服了很多军队 平时在人间来讲威力非常强大的人 但他丝毫也是不能动的 后来他觉得特别的稀有 让那个地势天进行动摇 但这个地势天平时 阿修罗作战的时候 他飞天的这种车 他就很轻松地摧毁或者动摇 但是在金刚树 他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动摇 然后当时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在意 目犍连本来他所谓的大海 可以在首长当中现墙 或者是整个世界 像转银币一样的 非常容易地可以转动 整个世界 宇宙都可以转动 然后日月都是他可以控制 他的神通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金刚树他也动不了 怎么样也是动不了的 而且目犍连整个须弥山都可以扔到凡天界去 没有问题的 但是金刚树不能动的 后来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坚要 目犍连认为是不是我的神通退失了 然后地日天认为是不是我的力量 也已经没有了 等等 然后在佛陀面前问的时候 说声闻和一般的世间人根本不能动摇 因为金刚树他不可思议的威力 菩萨的功德 所以金刚树他就很容易 不管到哪里去 没有任何困难 当时佛陀也说 声闻和世间的人不能比上菩萨 菩萨他有不可思议的威力 而且他在因地的时候也修了施法 比如说利益一切众生 他临死也不舍弃正法 还有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非常谦虚 他可怜对弱小的众生 等等通过释法的因缘 形成即生当中 获得如是的威力 所以我们平时 说金刚树菩萨的威力和功德 的确也是不可思议的 刚才我们讲了 地狱众生见到金刚树菩萨的时候 以欢喜心 心里面产生了无比的欢喜心 同时他们无始以来 所造的罪业全部顿时消除 然后跟着金刚树菩萨 可以前往到极乐世界 或者说阳流空 或者其他的清净刹土去 所以我们在人间的时候 现在活着的时候 大家也是对念诵 金刚树菩萨的名号 或者他的心咒 心咒也很重要的 就是得到他的传承 或者平时我们经常念诵 这样即使你转生到恶趣里面去 但是有时候能想起来他的名号 或者能观想他的身相的时候 就可以从中获得解脱 所以一般金刚树 显得愤怒相的时候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经常有 一面二比三目的 微梦的这种金刚树菩萨 大家清楚的 然后他在不受显愤怒相的时候 大势之菩萨 西方三圣里面 虽然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西方三尊 有一些相 上面也不是很相同的 但实际上每个众生面前 所显现的诸佛菩萨的形象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他的发愿和威力 都没有任何差别 因此我们活着的时候 大家念诵他的咒语 Ombandrbarnahon 金刚树菩萨的心咒 叫Ombandrbarnahon 这个咒语 平时要念诵 我们活着的时候 经常要念诵 而且如果自己因缘成熟 各方面条件具足 应该清一些金刚树菩萨的像 铜像也好 或者如果铜像 金像 这些没有条件 我们经常照片上供在佛堂当中 或者经常看着 我们有时候这样想 无始以来的 现在造的业不可思议的 很有可能堕到地狱当中 那堕到地狱里面去的时候 应该是依靠其他的威力来救度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世间人 有些人已经犯了错误 关在监狱当中 但是如果家里面没有亲戚朋友 很有可能 他永远都是关在那里 也有这种情况 而有些人真的有家人 他们通过花钱 通过各种方式 可能也不需要无期徒行 马上会买出来了 这种情况 世间当中也是有的 也是有 或者偶尔整个政策改变了 我记得在前几十年的时候 当时可能在汉地也会出现吧 我们很多的无期徒行 听说当时就突然释放了 听说很多人说 在过十几天的时候 你们可以回去 很多人想的是 永远也是见不到自己家乡的人 一直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偶尔后来宣布全部释放了 我们家乡都是有很多人 他们好多人说 没有想到见到家人 当时他们的欢喜心 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当然后来有些人说 灯下瓶是金刚树菩萨的华生 但我也看 他比较怎么说 鸽子比较矮 树里都是没有看见 拿着金刚树 不过有些人对他说坏话的也比较多 不要说金刚树 他杀害了好多众生 也有这种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我们也没有神通 观察不出来 但是总的情况来讲 就像世间的有些凡人 真的永远观下去 没有后面的亲人 恐怕 没办法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 地狱里面的有些可怜众生 如果有些好的亲朋好友 后来给他稍微念一点经 做一些回向 这种做法非常重要 昨天我也讲了以后 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中 觉得自己的亲朋好友 已经离开了人间了 在这个时候 一直给他请一点佛像 造一些像这样的 诸佛菩萨的像 念经平时都不能忘 我们藏地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传统 现在因为无声论和 因为有其他宗派的原因 极个别的地方 现在都是没有传统 人死了就死了 尸体处理完了以后 最多是再过一两年以后 我昨天讲的一样 他的坟墓面前烧个像 古人是有这样的 但现在全部在火花场 火也见不到了 然后烧像 这种传统也是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 但是这些都是不要成的 最关键的 看你们的父母 亲人 已经死去了以后 还是要经常遇到僧众的时候 遇到殊胜对境的时候 给他念念经 我们藏地很多人 比如说好多人 现在我们有些老年人 很小的时候都记得到 当时他们给自己的父母 亲人 经常念经 每一次开法会的时候 写他们的名字 交一些钱 但现在也是二三十年过了以后 还继续想着自己亲人的时候 也不断地给他念经 这种传统 一直现在存在的 所以我们以后希望 应该依靠金刚树为主 这些诸佛菩萨的威力和加持力 是不可思议的 应该对已经死了的 这些众生进行超度 然后自己也是 一旦离开人间的时候 依靠诸佛菩萨的威力和加持 不可思议 所以人活着的时候 一定要结上善缘了 经常看着你金刚树菩萨的相 念一些咒语 这样你到时候到了中阴神 也许到了地狱里面的时候 还是有关系的 你可以悄悄地给他打电话 下面我们将观世音菩萨的威力 遣除地狱众生的痛苦 愿与有情见 香水盘化欲 自天寻飘降 熄灭持与火 安乐依稀诸 行事何因缘 世事妄恐及其间生观音 下面讲的 一切诸佛菩萨的大悲显现成观世音菩萨 以他的发愿力来 熄灭地狱众生的一切痛苦 但愿让世间上所有受着 严重苦难的众生 地狱众生 他们在受苦的过程当中 也见到了观世音菩萨 那么见到了什么样的景象呢 本来大家都是应该清楚 热地狱为主的很多地狱里面 不断地燃烧着熊熊烈火 而且在里面成千上万的众生 每天都是在蹲着 每天都是在烧着 感受无比的痛苦 在这个时候 突然地地狱众生也见到了 在虚空当中 伴随着香水的 五彩缤纷的花雨 这个花雨从天上 自然而然地飘落 降下来 降下来之后就像现在的有些火坑里面 马上倒一桶水一样的 地狱的整个世界当中 所有的这些车热的痛苦 火焰 当下全部毁坏 全部熄灭掉 那这样地狱里面本来也是 无量的众生正在烧扰 如果突然将把地狱的火 全部熄灭的话 我们也是可想而知 在这种欢喜和在这样的快乐 是无法形容的 我们一般在天气比较热的地方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你到了一个比较寒凉 清凉的地方 或者你到空调的地方去的话 突然心里面说不出来的 欢乐和快乐有一种量爽的感觉 地狱无量无边的众生 突然以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 加下这个话语 整个地狱的火全部统统熄灭的话 那所有的地狱众生一方面他们的身心 得到无法形容的一种快乐 然后同时他们也是极其地欢喜 他们心里面想 平时他们日日夜夜都在地狱当中 如是的痛苦 而为什么今天 突然就把火焰全部熄灭了 我们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快乐 已经处于一种快乐的海洋当中 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开始反反复复地思维 这是什么因缘呢 在这个时候 大家也可以思维 也可以沟通 所以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真的不可思议的 《地藏经》当中也是说了 一般到了地狱 要么是诸佛菩萨加持的人可以来 或者业力现前的人可以来 除此之外 一般地狱众生没有随随便便 你想去搞女友 或者去看一看 这样的机会 谁都是没有的 有些可能是国外的一些研究生 科学家 他很想知道 到底存不存在真正地狱 他可能也许很想去搞誓言去 但是也没办法 你拿着一个照相机 然后想到地狱里面去 拍几个镜头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业力现前 一个是诸佛菩萨的威力加持 这种人 他可以到地狱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在空中可以显量见到 曾经你喜欢观世音菩萨的身相 全部在你的眼前出现 然后观世音菩萨的树里面 我们汉传佛教的很多经品当中 讲下华语 或者说他洋流树的杀下甘露 熄灭地狱的炽热痛苦 这无量无边地狱众生 以此而获得解脱 所以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的《悲华经》 还有很多的 包括五光尊者的《如意宝藏论》 在藏传和汉传的 很多有关经典和论典当中 观世音菩萨 各种不同的身相来 救度地狱众生的 传记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再没有必要 一一地在这里宣讲 因此现在人活着的时候 经常一方面祈祷观音菩萨 念他的名号 持他的咒语 同时自己也是应该有信心地 造他的相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结上这样的善缘以后 万一我们堕入到地狱当中 依靠观世音的加持力 也有跟自己一起 无量的众生 通过他的威力来获得解脱 这种机会很容易得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对 诸佛菩萨的名号有信心 平时一定要想到 诸佛菩萨跟我们人完全不相同 要想到看见他们身相的时候 马上有一种恭敬心 欢喜心 然后自己平时也是持诵诸语 我昨天真的想了 我们学院最近发生地震的时候 为了救护地震当中的 这些可怜众生 昨前天我们学院 再开了观音大法会 可以说当时念诵的 大悲深海观音仪轨来念诵 每个人都是持诵三万遍以上的咒语 同时 权贵各地的很多道友 也是依靠我们的一些方便方法来 大家都共同 共修观音法会 我想通过这样的威力 在地狱当中 包括这次预览当中 这些众生肯定获得了善趣 获得善趣 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想到 你的亲朋好友离开了 或者说真的是 对自己好的这些人离开的时候 你光是在尸体面前哭了 也没有什么用的 其他的一些行为 更不用说了 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 发愿念观音信咒 这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 原来我去泰国的时候 好像我在泰国游记当中 当时有一个佛同大塔 佛同大塔那里呢 我们在祈祷吧 祈祷的时候 当时我想起 我原来父亲去世的时候 啊 好像我去新加坡回来的第二天 是他去世的 但他要接近临时的时候 他给我说过几句 有一句 他说 你去之前 给我的一百块钱 我没有用 我就做了金器 他说 寿命马上要结束 用在其他上面 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然后他说第二个呢 就说 你以后如果去到一些有加持的圣地 或者一些佛塔 佛像 在面前的时候你就不要忘了给我念一些观音信咒 后来我去泰国 在大塔面前正在发愿 当时也有一些国外的人 还有泰国的一些长老正在给别人加持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他临时的语言 然后我一方面 也自己念了一些普贤心愿品 一方面确实当时想起了 他也是为我们几个孩子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也造了很多的业 当时不像现在一样 生活都比较贫穷 然后我也一边念了一些咒语 同时我在后来有记当中也说了 以后谁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 你们能不能为我父亲代替 念一句《我马里巴米红》 当时我也这样提了 其实这一方面也是一种有记的形式来说明当时的心态 但另一方面 我也是一个真实的话 我们在座的道友应该对自己相关的一些亲朋好友早就离开 在这个时候 因为人已经死了 我们用多少个财产想给给他的话 他就享受不了的 但是我们给他念观音信咒 我们为他造一尊观音像 或者我们做这方面的一些佛事 这种威力和加持 他必定会得到的 他即使在地狱里面受苦 饿鬼里面受苦 我想我们这样给他回向 念诵一定会有力量和加持的 所以我想我们这里很多的人 自己身边不可能没有恩人 即使你身边没有恩人 但天边围距的这些老母有情 无始以来给我们当过 无数次的慈母 所以我们为他们 经常念诵这样的观音信咒 经常修持观音法门 这一点很重要的 我认识的好多道友说 对观音法门很有信心的 我对观音菩萨的信心 是不可思议的 很多人也是这样讲 其实这样的想法 的确是很好 无论是我们来世也好 今世也好 今世当中 我们修持任何一个法 观音菩萨的加持和力量 也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都看过唐贤宗当时到西天去 趋近的经历 他到八百里萨哈南边的时候 首先因为天上也没有废青 地上没有住所 荒芜人烟 非常可怕的地方 只是到处都是像群星般的 妖魔鬼怪的火 非常的害怕 在那个时候 首先是他依靠心经 他实际地念心经 以心经的威力全部消失了一切魔众 后来他出渔门观 在那个时候到了一个特别旷阔的沙漠当中 当时随从的一个护人也对他生起恶心 到了晚上的时候准备杀他 他处处到准备杀他的时候 他就默默地念观世音 念观世音的时候 当时那个人的杀性顿时消失 然后他就放下刀 直接入水了 在这个时候依靠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他又过了难关 他后来也是巴贝尼到沙漠地当中的时候 后来五天四夜当中 都没有找到一地损 最后他实在是没办法行 包括他七只的马 也不能行动了 已经倒在 他也倒在地上了 他要接近死亡 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默默地发愿 我这次到印度去 不设为财产 也不设为名声 是一心一意为了 希求佛法来利益众生的 一定要求观音菩萨加持我 在这个时候当天晚上 也就是说第五夜的晚上起凉峰 他的马马马上起来了 他起着马 大概去了十里路的时候 遇到水池 从中获得 也是顺缘而继续前往 后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 这是应该在这样的沙漠地带 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水池 应该是观世菩萨画出来的 所以我们平时从西游记也好 还有其他每个人自己的修行经历当中 就是也应该能想得出来 在座的很多各位也是 在工作上也好 在修行上也好 包括有些人想出家的时候 父母罪着 最后实在是自己修行不能成功的时候 默默地念观世音菩萨 最后父母狐狸活着地回去了 而出家的大事圆满成功了 各种各样殊胜精彩的故事非常多 所以我想 我们活着的时候 一定要祈祷观世音菩萨 同时我们也想到 经常念诵 《欧玛尼巴美红》来回向 现在正在受苦的 这些地狱众生和饿鬼众生 让他们获得了真正的清凉和甘露 对于解脱 应该这样观想 那么下面讲第三个是依靠 文殊菩萨的威力来 遣除地狱众生的苦难 愿越众有情 欢呼见文殊 有蓬树来辞 无上有文殊 无极光灿灿 以生菩提心 你能灭诸果 因乐护众生 宁为今小处 随缘舍必去 必居悦一共 天余七歌颂 诸观百天圣 请你念诸前 华语灵极顶 悲泪 顺 慎 慎 慎 这个是用祈祷文殊菩萨 来遣除地狱众生心里的忧伤 也就是说 我们祈愿地狱众生正在受苦的时候 也同时能见到 或者互相患愿 呼愿 告诉文殊菩萨来了 平时有关经典当中来讲 地狱众生有一些爱好的苦势 比如说我们有些哑巴 有些人呜呜呜呜 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有实质性的语言 他表达不出来 地狱众生也是这样的 他的苦声叫得出来 互相害众生 骂人 互相骂骂 这样的有些词语 他就象征性地表示 除此之外 没有一个真实的语言 地狱众生是没有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依靠诸佛菩萨智慧的重体 文殊菩萨具有无关法际的 文殊菩萨的威力 他的身体发出 灿烂的光芒 整个地狱众生 全部都得以照亮 因为文殊菩萨在相续当中 有着大慈大悲心的菩提心 遣除无量众生的痛苦 在这样的迹象照 在整个地狱里面出现的时候 地狱众生互相地开始告诉 平时他们见到以后 就见到了一些臭敌一样 生嗔恨心的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依靠菩萨的加持力 互相不但不生嗔恨心 而且很温和的语言来呼唤 就是说 我们的好兄弟们 好地狱众生们 女士们 先生们 然后请尽快地到这里来 我们的上方 有着光芒闪色的大菩萨 这就是所谓的智慧 文殊实力尊者 那么文殊实力尊者 只要能见到他 能听到他的名号 而且能忆念他 就可以遣除我们心的相续当中 所有的无名 黑暗 以及贪嗔赤党 无毒烦恼 并且依靠他的 不可思议的智慧和悲心 能维护无量无边的众生 让他们 遣除世间的一切灾难 困苦 所以只要有心的众生 怎么会离开他 怎么会不恭敬他呢 他们都开始互相辗转 高速 这样之后 地狱的无量众生也是获得了一种快乐 的确是 我们诸佛菩萨的一些未敌力 是不可思议的 包括我们现在 《格萨网传》里面 也有很多精彩的 当时旧地狱的一些故事 很多空行母和 瑜伽师的传记当中 也是有很多 非常精彩的故事 他们来到了地狱的时候 当时地狱里面的众生 是怎么样受苦的 然后通过诸佛菩萨的威力 让所有的众生 全部都获得解脱的 这样的故事相当多 所以在这里 文殊菩萨也不是一般的 他一般具足 当时在地狱众生 也是变成了美妙的 乐意的无量宫殿 然后有成千上王的天女 天人 对他赞颂他生于一切功德的 歌声 唱出这样的歌声 同时像梵天 地狮天 成千上王的天将 他们以珍宝无关的头顶 进行向他顶礼 在文殊菩萨的念足下面 有无量无边的天人 阿修罗 以及世间的众多众生 都在顶礼 我们知道 文殊菩萨一般来讲 所有的智制都没有一个不顶礼的 你们也可能清楚 我们在藏传佛教而言 任何一个高僧大德 在造论的时候也好 辩论的时候也好 先顶礼文殊菩萨 所以我们文殊战也是 以前有五百个班子道 一起战文殊菩萨的时候 以口同声作成了这样的偈颂 因此文殊菩萨在整个世间当中 都受到赞叹的 这样的战据 不仅是人类 而且天上以各种赞颂的话语 降临在他文殊菩萨的五官上 还有 文殊菩萨不但是具足了 如是不可思议的智慧 通消一切万法的智慧 同时他慈悲的泪水 执忍着他慈悲的双目 应该说 在整个世间当中 看见任何一个可怜的众生 他无缘大悲心来进行摄持 我们谁忆念了文殊菩萨 无始以来心里 隐藏着的无明黑暗在异病 就像阎光普照的时候 整个黑暗当下去除一样 就是在心的相续里面 会出现出 能取舍一切二地的智慧 作为一个闻思修行的人 在即生当中要想开智慧 一定要祈祷文殊菩萨 祈祷文殊菩萨经常念他的心书 欧玛拉巴扎那地 这是我们平时作为 任何一个修行者一定要种日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遇到了他的法门 经常修持 然后经常请文殊菩萨的照片 那这样的话 就是来世的时候 依靠他的智慧 生生世世的 不会变成欲望者 即使说我们自己 呈现的一些业力现前 转生到地狱里面 当时能忆念其他的名号的时候 突然从地狱当中 也是获得解脱 所以我们在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无数的高僧大德和修行者都诚心诚意地 祈祷文殊菩萨 也是有这样的原因 而且文殊菩萨 根据不同的经典当中有记载 他其实也是三世诸佛的重体 比如说 有些经典里面说 文殊菩萨是过去的佛 叫做龙障上佛 那么有些经典当中也记载 说文殊菩萨现在 也是在刹土当中 正在转法轮 说是 欢喜藏牟尼宝经佛 有些经典当中说 文殊菩萨是未来的佛 叫普建佛 也有不同的记载 在文殊菩萨的传记里面 也讲了许许多多他的功德 关于文殊菩萨的 显现各种形象来 比如说有时候显现婆罗门 有时候显现国王 其实有时候显现一般的 世间的一些乞丐 妓女等等 这样度化众生的很多的教证 也是相当多的 在汉传佛教里面 这方面的公案是相当多的 我以前写过一个《五台善志》 在藏文写的 那里面我也用了很多的 包括一些《花言经》 《八大菩萨传》里面的一些教言 这些全部集聚在一起 讲了很多念周语的功德 忆念文殊菩萨的功德 其实很多人知道 诸佛菩萨的名号的功德 或者一些周语的功德之后 愿意念诵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好像不知道如意宝的价值 谁都不愿意祈祷他一样 因此我觉得现在的世人 一定要了解佛教基本的知识 否则我们有些天天坐禅 什么珍贵的佛菩萨的名号 不念很可惜的 或者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当然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但是其他的一些 诸佛菩萨的名号 我们也不能放弃 最近我们也要求大家念 诸佛菩萨名号宝满 应该起的效果是很好的 我觉得大家不偏的 一定要想到诸佛菩萨的名号 尤其是我们遇到一些灾难 痛苦 在这个时候也要祈祷 而且自己想生生世世 对众生的大悲心不断地增长 要祈祷观世音菩萨 然后生生世世利益众生的力量要强大 一定要自己不但是身体有力量 而且还有心里有力量 有些人虽然身体很高大的 励志强壮的 可是心的力量很薄弱的 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这是心里不够 我不但是有胜利 还有心里要祈祷大势之菩萨 我光有力量 光有悲心还是不行的 需要有智慧 有些人特别害怕 我什么都不懂啊 我天天背诵都背 一会儿全部都忘了 我去年背了一个很好的论典 当时我背得特别的熟练 可是现在一个字都想不起来 我好笨啊 我好笨啊 那如果生生世世不愿意变成愚笨的人 啊 盲目的人 这样现在也真的要祈祷文殊菩萨 所以有些人 我即生当中不一定成为智者 所以我现在祈祷阿弥陀佛是很重要 文殊菩萨不是很重要 以前我都遇过这些人 但是实际上 我们人只有意识的话都是可以 你顺便不祈祷文殊也可以 但我们人不是意识的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需要有智慧的 没有智慧的话 恐怕即使变成一个牦牛 有时候我以前放牦牛的时候 牦牛当中也有聪明和不聪明的 真的有 即使变成动物我是喜欢比较聪明者 当然聪明汉语当中有两种解释方法 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正面的聪明者 所以说我们乃至生生世世不离开智慧 这是很重要的 因此经常念诵文殊菩萨 同时自己今生当中 这样结上善缘 如果结上善缘 变成地狱里面 那个刹那当中 能忆念去他的功德 一般文殊菩萨 他是寂静的 然后他的愤怒相大为德 以前那个刹罗伊斯 你们可能也看过他的传记 在有些他的故事当中 他生前的时候 他经常修大为德的一个瑜伽士 但后来因为在众生面前 他的现实不同 他的威力和神通力量不同 他当时降伏十三个高僧大的 后来以这个原因 当然他的传记当中有各种精彩的一些故事 以这个原因 他就堕入地狱当中 然后堕入地狱里面 在地狱的大锅里面 正在盾 那个时候 地狱烟龙族有牛头烟龙族 然后他就开始在地狱大锅旁边出现 出现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牛角的时候 他就想起了大为德的身相 那个时候 他就马上祈祷 马上祈祷顿时就已经解脱了 获得清净刹土 依靠大为德的力量 所以我们地狱众生一般来讲 很多都是自己心的妙力 心的一种显现和优物 如果你把它看着是非常可怕 它会害你的 不断地跟你受苦 如果我在生前的时候 有些修法能转用 马上变成本尊的 所以很多的修行 我们在生前的时候把本尊的修行成为熟练 同时经常都是念咒语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看到在座的很多道友经常念咒语方面 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不断地 以前《法王如意宝一生》当中 都是念了九亿遍新咒 是不可思议的 短暂的人生当中真的不可思议的 那么我们可能九亿十亿 有一定的困难 一生当中也是要完成相当一部分的咒语 很有必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所修持的本尊法经常回向 正在地狱里面受苦的这些众生也也从中获得解脱 这样想好 今天我们也讲到这里 大家最后的善根也同样的像昨天一样 回向给地狱里面受苦的众生 依靠文殊菩萨和大势智菩萨和观世音菩萨 他们的威力和功德加持力 让这些地狱众生都获得解脱 这三大呼咒的话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确实是非常起信心的 比如说藏地的很多神山都有三呼咒的神山 你们很多平时去草山的时候 噢 这是文殊菩萨山 这是观音菩萨仙 这是大势智菩萨 一般大势智菩萨 以前法文也讲了 这个山比较粗糙的 表面上看来也是这样的 然后观世音菩萨他的山比较光滑的 这个山性方面也出现本尊的像 而且藏地以前历史上 像赤喇巴间是金刚树菩萨的化现 此宗对尊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宗藏甘波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一直不断地 一些国王出现的时候 也是三大护主的化现来度化众生 汉地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不管是我们怎么样 要经常祈祷 尤其是人死了以后要念诵这三大菩萨的 阿弥陀佛和这三大菩萨的名号 或者信咒念诵的话 那么死亡者也会马上获得解脱 所以说大家平时所学的佛法用在生活当中 同时我们今天的善根也是回向给 一切地狱众生为主的一切可怜众生 防火系统网萨的化现 防火系统网萨的化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